2023年9月8日23点11分 摩洛哥发生了七级地震 镇中位于红尘马拉卡斯浩子区 截至昨天9月10日晚上10点 遇难人数已经达2012人 受伤人数为259人 其中中伤者为1404人 这个数字已经有增加了 我们很快就会获得最新的情况 在这个地震发生时候 摩洛哥几乎所有的城市 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增感 包括我们在首都拉巴特 这一次根据专家介绍 地质专家这一次的地震的中心 是在陆地 阿基比较前 普通与以往 我们在摩洛哥知道的 都是在海底 所以这一次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在摩洛默的六十国王笔下的 高度关注和支持下 我们摩洛哥荒家部队 于2023年9月9日 启动了紧急的部署安排 这边包括有空中陆地的力量 以及在灾区建设了外科野战医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 就摩洛哥发生了强烈地震 第一时间向摩洛哥国王 摩洛默的六十陛下 致电维问 那么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 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 我们通过世界网看到了很多中国朋友们 以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渠道 表达对摩洛哥灾区 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 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同胞 特别感谢他们 关于我们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的参与方面 我们已经跟广州的同仁 正在做积极的地震后的准备 来提供一些援助 大家知道地震是发生在阿特拉斯山脉 这里的村庄基本上都是在海拔一千米以上 冬天寒冷下雪 因此我们决定结合本地专业的爬山导游 把国东的一些援助物资 送到这个路况比较复杂的一些小村庄 尤其针对儿童和老年人 再次感谢中国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平安吃福 安全如今 祝大家平安无事